是时候了 该把这款产品正式的给你介绍介绍了 从8月份我拿到样子机到现在 历经了两个多月 终于在一次次的驱动迭代中 能够和大家见面 在本年度生卡的兼顾录音和直播的同时 又满足了电脑和手机都用的舒服 又一款我认为强劲的新选择 莱维特 Connect 6 我愿称之为直播生卡里的新龙峰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跟我一起了解莱维特这款 2022年的新品 莱维特 Connect 6 今天给你介绍的生卡是 莱维特的 Connect 6 生卡 这是一款面向个人音乐工作室的音频接口 可以满足不论是你音乐创作 还是娱乐直播 都可以满足手机和电脑使用 外观方面相比较上代的 莱维特 4x5 并没有太大的改观 高清商的说法还是和上代生卡 保持了统一风格的设计语言 节省出来一部分成本为功能开到 但是在接口上和供电上 以及实用性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 包装内很简单的提供了一条USB A 转USB C的连接线和一条C2C的连接线 高清商的说法将与大盘外观方面保持了一致的水平 外壳采用了塑料的外壳 但整体的质感并不是很廉价 面板一块亚克力贴皮给整个设计提气接轨 背面具有两个看部混合接口用于连接麦克风或者是6.35的乐器或者是线性输 额外提供了一组AUX作为线性输用于连接打电机或者其他音源 在输出的方面提供了一组6.35输出接口 L加R负责左声道和右声道可以满足我们连接专业的监听音箱 在满足接专业监听的音箱的同时还给我们提供了3.5毫米的接口接民用的小音箱 正面提供了两组单独可控制的专业级监听耳机接口 分别可以连接6.35毫米和3.5毫米的监听耳机 还有手机用的OTG接口 苹果安卓都能用 computer接口用于连接电脑作为电脑的数据接口 power是生卡的供电接口 如果手机使用需要边直播边充电的功能的话 需要用到功率大约27瓦的PD快充给生卡独立供电 没错这款生卡经过了苹果官方 米牌认证可以在官方直接查到莱维特的认证信息 让你用手机直播更加的稳定 莱维特配苹果绑一大哥爱上我 同时这个接口可以让声音双向传输双向奔赴 同时既支持直播又支持充电 虽然买了这款生卡不一定能够让你直播人气层层 但是能让你的电量满满灯灯 它同时也具备了一线通的功能 让你一根线满足充电直播一线通更轻松 自带的画放高达72dB增益 市面上常见的麦克风都能够供给 不管你是不是7B都能够给你搞起 让你的体验更加的精细 从此让你不再去任何的动圈麦克风 咱也不知道啥麦克风能用到这么高的增益 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 输入输出总谐波时针达到了0.002% 等效输入造成达到了-133dBV 底造更低 这款产品具备了自动增益 拯救不会设置麦克风音量的你 自动侦测 自动设置 从心灵深处呵护小白的你 音量控制 大旋钮要牢记 按下切换功能 闪动提示处在哪里 旋转调节对应关系 这一代声卡带了真的DSP 扩展压缩和均衡 三大件就是拯救声音的前期处理 自由系号路由使用更加轻松容易 虽然没说到自由路由 但是处处都是自由路由 让你使用更加方便 这款声卡的定位就是 大家天天追着我问的 肖哥呀肖哥 有没有一款声卡 既支持直播又支持录音的 音质还够用的产品呢 那这款声卡就是为你量身定做 不论你是电脑平台直播 还是手机平台娱乐 自己录歌会音后期 还是录有声书 这在入门声卡里几乎就全能了 算是个人用户的使用需求情况下 不论是翻唱还是直播里 整体体验还是不错的产品 因为这款声卡是多功能选手 有颜值的同时更不忘音质 还支持手机OTG直播 可以满足边直播的时候边充电 真正的做到了想用户之所想 解决用户燃眉之急 在满足多功能的同时 还顺手给你兼顾了音质 设计上我一直喜欢 莱维特的灯光设计 没有灯的声卡就没有灵魂 老观众都知道 萧然是一名灯控爱好者 在介绍莱维特4x5的时候 我们就给你展示过 莱维特在灯这里的造诣 我们依然还要为你展示 莱维特的灯光设计 灯不仅具备展示准确的电屏信息 数数出音量全都在这里 而且采用了低焦云光的工艺 而不是廉价贴片的小灯 加三光粉糊弄你 灯效更好 成本也更高 这你在其他博主那里 估计他也讲不出来 小哥呀 这和音质有啥关系啊 没关系 我就是想告诉告诉你 他的工艺 厂家花了心思的小设计 我得告诉你 我觉得这款声卡 外观设计还是挺有独特性的 我觉得设计不说好看或者不好看 因为对于美和丑 每个人的定义是不同的 但是这款产品 我觉得还真的算是挺独特的 一拿出来 诶 是莱维特的产品 我从这一点上 我觉得呀 就算是成功的设计 能够让人记住你 接口的质量没啥大毛病 就是耳机26.35毫米的接口略有点松滑 不过我也反馈给了官方 希望后续能够改进 这款声卡附送的软件有Q-BASE而已 作为一名Raper用户 Q-BASE算是我的一生之敌 正版的完整版 我都平台出手 换了别的了 我还能用你一个RE 但是送了就比不送墙 送了我就告诉你 用不用取决于你 反正我是用不上的 产品的定位很明确 就是既有直播功能需求 又要音质略好一些 各方面都要一些 并且愿意为了多一点综合体验 愿意多花点钱的用户 这款声卡采用了数控的方式 能够让你调节各个音量 更加的方便 全新的莱维特的声卡的控制面板 终于在第二款产品里 做出了自己的样子 终于不是活在别人的影子下了 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这一代加入了autogain的功能 更是降低了小白学习成本 路由设置上把没有明确的路由设置 但是处处是路由的概念 全是的深入人心 全新的莱维特control center 更人性化走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学学呀 下面我们快速的说一下 我们安装完了这款声卡的驱动 想要去直播的进行的设置 首先播放这边的话 我们设置为默认通道 作为我们的1-2 这边录制的部分 作为我们的MIXB 并且也禁用掉了用不上的通道 我以下所有的带有效果的声音 走的通道全部都是MIXB 然后这是它的控制面板的选项 点击这边的小齿轮去进行设置 设置一下你的buffer size 还有你对应的残率 设置完成了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就是这样的样子 然后如果我们调整好对应的麦克风音量 然后在这边的话 如果你是进入到你的DW里边的话 需要去把这两个给它点灭掉 我现在的话是有路屏 所以我得需要去给它开开 这边的话默认的话 因为我们系统走的通道是1-2 为了防止和别人连麦去经卡麦 所以说我们直接把这边 避的这一路的话 给它直接关闭掉 下面直接进入到我们的DW里边 去进行设置 点击这边选项 设置到我们这款生卡的ASIO 缓冲区设置到我们128 然后这边选择到音频IO 音频IO的话 你的伴奏的处理的方式 有两个 第一个方式的话 就是直接默认 可以去通过我们的这个面板 去进行输出 默认的话 如果现在的话 你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 就是通过面板的输出 当然很多朋友会去用DW 去进行额外的去进行调整 我们在这里的话 演示也是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边的时候 在面板的这边的话 那在个内路通道这边的话 就要选择到AUT3-4 调整到这边之后 选择一个新建立体声 选择一个新建立体声之后 在这边要指定到LUBI 通道输出的部分的话 要选择到AUT5-6 点击确定之后 选择一个单声道 选择一个立体声 单声道的这个部分的话 选择到我们的MIC的部分 伴奏这边立体声的话 要选择到LUBI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点亮这两个之后 现在你听到的声音 就是通过软件这边来的 然后我们把这两路 全部都给它关闭掉之后的话 你现在听到的这个伴奏 就是软件这边了 现在可以给你演示的声音输出 就是通过软件的声音输出 如果你有需要去添加效果 那你就继续添加你的效果 这就是关于莱维特Connect6的直播的设置速通 对于同类型的直播声卡 我是这样分析的 这款声卡本身的音质 要比直播声卡三大件定位要高一些 而且这款画放是强项 动圈麦克风都能够很好的推动 对于耳机回放的音质 250欧以及以下的耳机都可以推得动 算是个人直播里够用且好用的声卡 对比一些入门的录音系列 画放增益更大 多了完整的直播功能和手机直播功能 而且驱动相当好用 这就是它的定位 关于画放的部分增益大小方面 莱维特一直不是弱项 增益72dB也确实是它的优势 增益的倍数 可以说比大多数同价格区间的画放更加的强悍 音量也更加的大 为了更加直观的给大家感受一下和竞品之间的区别 下面我们做个小对比 我们同时采用舒伯乐D421来录制一点东西 因为这支麦克风需要的增益量大于舒尔SM58 我们同样和同价格区间的产品 Aldent ID14 MK2来进行对比 我们一起来朗读一首诗 让你自己来听听前后声音的不同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 劈柴 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 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数字调整的方式 让这款生卡的画方每一段的调节都是很线性的 甚至你可以精确到每一DB的增益 这是传统电位器旋钮模拟控制的方式所达不到的 莱维特上一代生卡的画方也不是短板 揣到底将近巴巴就能够推得动舒尔SM5吧了 耳放的话对于150欧的耳机 音量调节到-24就可以达到工作用的响度 250欧的耳机也同样可以推得动 相比较上一代的莱维特4x5的耳放呢 这一代也有所加强 好的 下面的话给大家做一个小测试 就是测试一下它的OTG的音质的变化 然后还是老规矩 前面是我们电脑录的 然后后半段的话是用手机回放出来 给你听一下前后的音质的变化 现在的话是一个聊天类的下午 2022年的11月22日的下午的13点33分 现在的话是我在说话 然后这是我们的干声 然后我们加上到混响的声音 好 现在的话你能够听到的声音 就是有混响的声音了 然后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这样的说话的声音的变化 123321 现在是2022年的11月22日的13点34分 然后我们一会儿去给你用手机回放给你听一下前后的变化 好的 下面的话给大家做一个小测试 就是测试一下它的OTG的音质的变化 然后还是老规矩 前面是我们电脑录的 然后后半段的话是用手机回放出来 给你听一下前后的音质的变化 现在的话是一个聊天类的下午 2022年的11月22日的下午的13点33分 现在的话是我在说话 然后这是我们的干声 然后我们加上到混响的声音 好 现在的话你能够听到的声音 就是有混响的声音了 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这样的说话的声音的变化 123321 现在是2022年的11月22日的13点34分 然后我们一会儿去给你用手机回放给你听一下前后的变化 下面总结一下优缺点 优点的话画方部分够用 音频素质对于常见的麦克风绝对来说是够用的 满足直播和录音的同时需求 更适合个人的直播录音使用 手机直播可以满足边直播边充电功能 丰富使用方便满足几乎无论是混音和录音的所有需求 驱动的部分简单好用 下面我们也说一下缺点 对于手机直播的部分 安卓手机阵营 由于安卓混乱的各家快充协议的问题 暂时发现不支持一家 不巧的是我用的也是一家 直接识别出现了问题 所以暂时不建议一家手机用户购买这款升卡 耳机接口略微有点松垮 拔插不够紧实 期待后续整改 下面说一下购买上面的建议 对于新手朋友 我的建议是这款升卡 如果你考虑直播 它是直播升卡里一款比较方便的升卡了 它同样可以满足你的个人录音需求 对于老手 如果你考虑入手一款画放增益 还够大的音频接口 那么这款升卡也将会是你的一款不错的副卡 希望它也能够帮到你的使用 总体来讲的话 体验和品质来说真的还不错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视频这么长 你看到这里竟然从头到尾看完了 我要给你点个赞 那么你也辛苦麻烦给我点个赞好吗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